延朗同学今天可真帅 妈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你说这 就像是我平常长得不帅一样 好 延朗每天都很帅好不好 准备出发吧 妈 没事啊 有妈在 放心 别忘了 喂 喂 搜索 今天我们约好的日子 你没忘吧 没忘 那你今天一定会带阎朗过来吧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肯定会去的 我们马上就要出门了 好 今天要都准备好了吗 我不管过程 我只要结婚 我们的街道 是不是我们即將 恭喜你 你跟我過來 真的沒問題吧 我以為你不太喜歡言頌 可我喜歡你 其實我跟言頌 也是這麼重點的朋友 無論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那都是過去的事 你能這麼想 我真的很高興 我答應過你 無論發生生事 我都會跟你一起成功 副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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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你怎麼不理我 我沒有必要刻意寒暄吧 我沒可能 抱那麼緊幹嗎 要真是你的 不用抱那麼緊 還是你的 等會兒檢驗報告出來 還不知 林乔 岩朗 水先來 我先來我叫岩朗 好 张嘴 好了吗 嗯 月月 走了 我不能走 我得看着苏琪 你不走 我走了 你老实点啊 我说你别不爱听啊 如果 如果这个结果出来了 他俩真是父子 你咋办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不可能 你啥时候才能明白啊 有那个苏琪在 什么都有可能 好 那我就带着严狼走 行了吗 松总 故事说结果一会儿就出来 结果出来了 某些人一会儿不要哭得很伤心啊 如果父子团圆的话 父母两个人共同抚养孩子 那才是天经地义的 月月 别说了 没事 月月就是这样的脾气 我和林乔已经说好了 如果阎朗是林乔的孩子 我和林乔会一起照顾她 想得美 想得美 报告结果出来了 什么结果 你快说呗 按照规定 我只能将报告交给本人 您瞧 林老 我给你很大呢 你不看啊 你不看啊 哇 真的是 是什么呢 这不可能啊 你说 我告诉我 结果是什么呀 林老 恭喜你 你找到爸爸了 林老 以后你这样叫我爸爸了 你不是我爸爸 林老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苏总 林医生 怎么 有急事 为什么这么小事都做不好 你是在敷衍我吗 苏总 我 我不敢 找个样本有这么难吗 苏总 你是想气死我吗 苏总 这种事都 不要跟我解释 如果这件事你办不好的话 我就辞了你 林老 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叫我过来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哭了 吉木叔叔 林小叔叔要把我从妈妈身边抢走 你要帮帮我 林老 林老 别着急啊 发生什么事你慢慢地告诉我啊 嗯 现在该怎么办呢 青木叔叔 你快告诉我 现在该怎么办呢 妈妈有什么反应啊 我不知道 我听到这个坏消息 我就跑出来了 可是我知道 妈妈一定不愿意让我跟林乔叔叔走的 如果妈妈跟林乔叔叔一起照顾你 你会开心吗 不会的 林乔叔叔不会跟妈妈在一起的 青木叔叔我好怕 你能不能不让我离开妈妈 严朗不用担心啊 我会想办法 一定让严朗继续留在妈妈身边呢 真的吗 怎么了 吉木叔叔 你答应我的事情 一定要做的 放心吧 我答应过你的事 我会做到的 诶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小男孩 头发卷卷地背一个书包 月月阿姨找你呢 快点去吧 嗯 快 诶 请问一下护士 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小男孩 头发卷卷的 你看看 是 不要 严朗 好 小鬼 跑哪儿去了 吓死我了 行了 我回去吧 走 搜搜 林乔 这报告是错的一定是错的 搜搜 你先冷静一下 对 你相信我严朗他不是你儿子 这报告是假的 搜搜 这报告是不会出错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没有 我就是拜托你跟严朗再重新做一次 严朗 别着急啊 有你妈在 有周月月在 要记也是大人先记 妈 我不想让林乔叔叔把我带走 那你不想也没用啊 科学证明你们两个就是父子 那你妈妈不会把我帮助林乔叔叔吧 这个你就想多了 你妈就算把我卖了 也不会把你送出去的 现在呢就只有两个可能 一呢她跟林乔在一起 你们一家三口大团圆 第二个呢就是 你妈和你远走高飞 让林乔再也找不着你 那林乔可能是一大呢 这个嘛 就选择相信你妈就行了啊 别添乱 走吧 妈 妈 我想回去啊 走 我们回家 素素 我明天过来歇验了 我不知道那个报告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也不指望你同意 再做一次检测 但是我告诉你 我离不开严朗 严朗也离不开我 走 林乔 你刚刚去哪儿了 我刚才看你们在谈事情 怕你们不方便我就先下来了 现在怎么样啊 严颂 他不介绍这份报告 那报告会不会有错 怎么会有错呢 我是医生 我相信科学 这种检测报告是不会出错的 那严颂 不同意也没有用是吧 喂 张网 现在去咖啡厅 哎 哎 小鬼今天受的打击可不小啊 哎 宋宋 我受的打击也不小啊 我说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啊 行了 你别闹我开玩笑了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严朗跟林乔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鉴定结果都出来了 你还死牙子嘴硬 我哪知道那个结果怎么回事啊 但是这点我是可以肯定的 严朗的爸爸不是林乔 哎 这样的结果也还可以 至少两个男人呢 会离开一个 秦莫也没有理由再去纠缠你了 行 那你就踏踏实实地和那个林乔在一起吧 我不会跟林乔在一起 秦莫也不可能 那这个结果可就更戏剧化了 一份鉴定结果赶走了两个男人 弄不好还弄丢了严老 严颂同学 你怎么想 二姐 你饶了我吧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 你这是逃避 行了 听我的 试着你的魅力 踢走苏琪 来个家庭大团圆 皆大欢喜 什么家庭大团圆 我都说了他俩没关系 没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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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 不想那么多了 我现在 不能让我的情绪影响严老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必须让他开开心心地长大 嗯 建议是个办法 把严良养大 然后让他给你接受个男朋友 我怎么认识你这么个奇葩啊 二虎